第30題 將伏特劑與6個電池連接層右圖的電路 假設電池無內電阻 且每一個電池的電壓為1.5伏特 則伏特劑的毒素因為多少 我們可以從圖上看出來 這4個電池的連接方式呢 應該叫做串連 因為它是正負正負正負的一直接在一起 所以它是串連 那我們曉得電池如果串連的時候 總電壓等於分電流相加 所以這4個電池加起來就是1.5伏特 再加1.5伏特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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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就會等於6.0伏特 然後呢 再跟這個再接在一起 這也是串連 可是它的正負是相反的 所以它會互相抵消 所以它會抵消掉 少掉一個電池 因為並連的時候 總電壓等於分電壓 所以兩個並連 等於還是等於一個電池一樣 所以它會少掉一個電池的電壓 所以6.0要繳掉一個電池1.5 所以答案會變成4.5伏特 所以第三十題的答案 為我們說如圖所示 我們所量到的伏特計的電壓按鈕多少 我們答案應該要選的是C 4.5伏特 第三十題答案 我們選C 4.5伏特